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周五王寄袜袋。 武王左手放下白羽旗子,右手放下黄金斧头,自己费力地系上了袜袋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,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周五王以贤名闻名,白羽旗和黄金斧是君主的象征。 周五王虽然是国君,但是他尊重他的大臣们,没让他们为他寄袜袋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周五王寄袜袜 周五王率领军队攻打鹰,到了鹰的郊外,袜袋掉了。 有五个大臣在他身边,没人肯为他寄袜袋,说,我们是为国君做事的。 但不是为他寄袜袋的。 五王左手放下白羽旗子,右手放下黄金斧头,自己费力地系上了袜袋。